關心天氣了 瑞宣主播早安 天地早 各位觀眾大家早 瑞宣 這兩天沒有大家原本想像 這禮拜雨會下的那麼大 那麼接下來這兩天天氣怎麼樣 雨是什麼時候能夠真正的緩解下來呢 趕快 天氣狀況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你 好的 這幾天其實水氣有稍稍減少些 不過全台灣各地都還想要注意 會有些短暫陣雨的 那麼雨是真的要緩和下來 可能要得到明天 因為明天會有波剛空氣南下 所以到時候北部東半部地區 雨勢就會有緩和的跡象了 但是今天還是要注意會有短暫陣雨的 像是今天早上在北部地區 華東地區還有嘉義到高雄的山區 今天早上都還是有些雨勢 不過這個雨勢並不大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今天因為會受到熱帶性低氣壓的影響 所以在基隆北海岸地區 都還是有可能會出現局部性的大雨 所以提醒在基隆北海岸地區的朋友 今天出門還是要多加留意了 那我們再來看到地面天氣圖 今天這道熱帶性低氣壓 它就會逐漸遠離台灣 不過在遠離的過程 會帶來東北風再加上外圍雲系的影響 所以今天北部東半部地區 都是要注意會有短暫陣雨的 而在南部地區的話 主要還是受到這道滯流蜂蜜的影響 所以南部地區還是容易會出現雨勢 尤其是雷雨包長出來之後 都還是要注意會有大雨發生的可能 那麼今天在中部地區的話 主要還是以午後雷陣雨為主 但是好消息就是呢 如果今天西半部地區沒有下雨的話 還是有機會可以從雲縫中透出陽光的 那我們剛剛有說到 明天會有一波乾空氣南下 所以到了明天 北部東半部地區 水區會變得比較少 當然降雨狀況也會緩和不少 那至於今天的溫度的部分呢 其實因為今天全台各地都會下雨 所以溫度會有稍稍下降的情況 像是北部地區今天高溫是來到29度 中部地區32度 南部地區33度 而東半部地區的話 今天是來到31度 但是還是要告訴大家 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天氣都還是比較悶熱一些的 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囉 那我們再來看到 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先來看到北北基地區 今天的溫度是在24到28度 降雨機率是50%到80 再來看到陶竹苗地區 溫度是24到29度 降雨機率是10%到50 接著關心中部地區 溫度是25到32度 降雨機率是10%到30 再來看到雲林加一唐南 溫度是在24到32度 降雨機率是10%到30 再來往南走到南部地區 溫度是25到33度 降雨機率是10%到60 接著來看到東半部地區 溫度是24到31度 降雨機率是50%到70 最後要關心到外島的金門馬祖了 溫度是22到29度 降雨機率是0到10% 那麼關心完天氣之後 就要帶大家來看到今天的農民曆了 今天是農曆的5月14號 要特別注意的朋友是屬羊 48歲的朋友 那今天適合的事情是祭祀和開市 不適合的事情就是架取和作造了 以上的資訊提供給您做個參考 把時間交換給彥迪